我贏球的时候 晚上都做什么 就是大口吃榴莲 OK 我一般都是就是会来这里吃 然后打包的都有 对 然后但是每次在比赛期间不敢吃太多 所以但都会有吃 昨天晚上还吃了 就是少吃点嘛 对 我觉得一次不要吃太满 分几天再吃 马来西亚榴莲一绝 吃了和训练 因为接下来再次要训练 我明白 你喜欢吃什么 我听说你喜欢榴莲吧 对 对 我喜欢吃榴莲 对 我喜欢吃榴莲 榴莲会多一些甜 榴莲甜品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少吃榴莲 因为原汁原味啊 这里的吃啊什么 包括这里当地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很热情也很友善 然后他们对我们也非常感受 我喜欢吃榴莲的友好 我只去过双子塔 然后其他一些特别有名的地方 因为可能比赛的原因没有去过 但是以后如果退役以后有机会 我还是会经常来马来西亚榴莲 包括人都挺好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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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napping 握